大家好,我是2024年Age Skater视频大赛的赞赛者宝亲 非常感谢主办方举办了这样一场非常有意义的比赛 我想邀请大家来听我的演讲 学习一门新的语言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必要的 对我来说,我选择坚持中文从小,我就对中文感兴趣 所以从小学开始,我就对中文感兴趣看中国动画电影的爱好 后来,当我长大了,我觉得我真的非常喜欢这门语言 我决定请求妈妈让我在我家附近的一个中心学习中文 一开始,确实有无数的困难 中文和我的母语差异很大 但我没有放弃并选择继续尝试 正因为如此,我取得了一些我一直希望的成就 目前,作为一名高中生,我仍然非常热爱这门语言 并且仍在努力培育我的出国留学梦想 因此,汉语尤其是HSK考试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学习汉语是帮助我成为一口流利汉语的工具 HSK考试是我进入梦想大学大门的现学条件 此外,汉语还帮助我学教新朋友 参加夏令营了解文化 帮助我更好地了解这里的人们 我一直觉得学习汉语是一件美妙的事情 给个人带来了无数宝贵的前进机会 越来越缩短了与他们的梦想和包袱的差距 汉语带来的机会是真正的 我会继续努力学好中文 这样我才能遇到这些宝贵的机会 谢谢大家关注我的人甲 希望我的正能量能帮助比赛生活中更有冬病 最后再见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